字幕by H. 。 XP828MS 安裝說明 一 加住較高品質的抑壓油約130升 並要注意加油過程中的乾淨 以免雜質進入油箱 影響機器使用 二 安裝上腳踏開關 对好插头并拧紧 3.机器接上电源 此部机器必须接地线 并确保三降电源之向位电压平衡 4.机器接上气源 把8mm的气管插入快速接头内 并向左推动打开气动滑门 气压总压力要求调整约0.6M兆帕 5.开启机器电源开关 此时UPS不间断电源上电 IPC电脑自动上电 系统运行 IPC系统运行完毕 紧接着自动运行机器程序 6.解除刹车开关 启动马达运转开关 此步骤亦可在开启电源开关后慶行 油压马达启动后 系统总压力约在50kg 吸烟平方 插胶四伏系统 机构运行是待机点 7.踩脚踏刹车开关 使内身台上升到待机起始高度 因开机时 内身台下降到了最低位置 8.打开胶嘴加热开关 进入温度设定页 输入左右胶嘴设定温度为 230-240度 点该页的右上角 在跳出的速式键盘中 输入密码66668888 进入隐藏页 输入出胶延迟时间 200-300秒 出胶时间 300秒说明 若左右胶嘴设定温度设为230度时 当左右胶管加热的实际温度 到达220度时 此时出胶时间300秒 开始倒注计时 直到计时至0秒 机器材四倍为加热温度及加热之间到达 此时机器材能工作 胶嘴材能出胶 9.安装热熔胶 将重胶机构护照向上提起并取出 分别将胶条插入导胶板内 注意 胶条端面要剪垂直面 不能剪斜面 然后边按手动重胶开关 边用手辅助推送胶条 使胶条顺畅进入重胶机 使胶嘴出胶顺畅 10.特别注意事件 气压不能低于0.4M灶帕 当气压低于0.4M灶帕底下时 萤幕右上角会警报气压低 且设定温度数值会跳至100 此时胶嘴处于预热状态 当气压处理正常后 则气压低 警报会解除 设定温度亦会回复到 原设定值230 胶嘴重新开始加热 待温度达到设定之温度后 方可送胶 既然室会 1.2.2.0 温度达到设定 2.1.2.0 1.2.1